红螺帐内 暧昧急促的呼吸 让空气都热了起来 阮宁猛地掀开眼皮 只见身上压着的是个男人 通声霸道的阳刚之气 直冲阮宁的天灵盖 唯独男人脸上的血色花纹 让他俊意不凡的面旁 多了几分诡异 男人的俊脸越来越近 两人的呼吸缠绵在一起 似哪是欣赏男色的时候 阮宁赶紧打起精神 他在他耳边低声道 别乱动 我们都被人算计了 男人却仿佛听不到 粗糙地手向下滑去 你中毒了 我有办法 他似是闲头锅枣 低头堵住他的嘴 软凝欲哭无泪 老娘的触吻 他趁机飞快拔下头上的簪子 猛地朝男人耳后 肩颈腰背挤出大雪刺去 醒醒了 你我都是被人算计 不如合作 男人嘴角轻勾 你脸上的鬼闻 乃中毒所致 说不及时解毒 逼会要了你的命 我能见此毒 你是什么人 探子 亲戚 看不出来吗 我是你媳妇 这么干瘪黑兽 你是明洞京城的阮家大小姐 怎么还人身攻击呢 我是阮家大小姐 没错 却不是明洞京城那个 那个是我妹妹 阮家二小姐 秦云川眼睛微眯 阮宁卯足利器 趁机不备 两指并在一起 猛戳他肩头 胸椎腰腹穴位 秦云川梦哼一声 忽然脱离 阮宁终于能缓口气势 他却整个人压了下来 没听说阮家 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儿 你究竟是谁 你对本王用了什么邪术 他武功高强 竟然连点穴手法 都不知道吗 来人 把这假冒新娘 他集中生智 抬头堵上他的嘴 用嘴 你别喊 这不是邪术 乃医术 长话短说 阮家人一定会很快找来 给王爷演一出 栽赃嫁祸的戏码 请王爷一定要信我 我乃忠义侯 阮兵尚未发迹之时 在老家的原配所生 他便进京赶考 我娘替他孝顺公婆十六载 独自抚养我长大 就在今年初 因没钱买药而病逝 谁知 他竟在京都隐瞒 自己有原配发妻之事 早已另去左巷架千金 生下儿女 皇上赐婚 他不敢违抗 却也舍不得 将自己现在的女儿嫁过来 这才把我从乡下接来 做了替嫁之举 突然传来敲门声 王爷 总以后跪在外头请罪 说是弄错了 千言穿垂眸 行女所言 句句属实 还不给本王解了些数 医术 这是医术 没文化真可怕 王爷运功试试 这一招 只会叫人暂时脱离 不会对王爷的身体 造成伤害 请王爷 看在我刚刚 为王爷解了药力 且还能为王爷解毒的份上 留我性命 千言穿不至一词 把他绑来 几个恐无有力的国色 立刻冲进来 扭住卵 燕王 你不叫武德 卵宁被带到花厅 谢谢 你怎么能迷晕了我 替我嫁给燕王呢 你总是被京都的繁华迷了眼 还慕王权富贵 也不能犯惜真知罪呀 实在是魏晨疏忽 尽叫这逆女钻了空子 无妨 真正的阮家大小姐 这不已经来了 留下便是 忠于侯不愿意 不是 其实 其实这逆女 便是阮家大小姐呀 当年魏晨紧静赶考 这家中还有双亲 和身体不好的兄长 全仰赖兄长一人奉养双亲 魏晨封官拜绝之后 想要借双亲与兄长紧静 以家人团聚 真没想到 想我还是老的辣 眼睛还是老的强 老软家三代单传 我哪来的兄长 没想到老家造了天灾 家人逃荒不知去向 魏晨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 几年年初 才找到了老母亲 兄长两口也没了 只留下了这么一个故女 把兄长的女儿 记在了我的名下 视如己出 所以 婴儿便是忠义侯府的大小姐呀 你胡说 我明明是你原配所出 你这个悲心奇异的陈世美 你对得起我娘的在天之灵吗 哎呀 是我对不起我那兄长 让亲侄女如此的记恨我呢 爹 您别伤心 唐姐 爹爹许你们多年未过 好容易找到祖母 听完兄长离世 当时就大病了一场 爹爹早就告诫我 唐姐回来后一切以你为尊 我有的唐姐都有 我们有的也都先给唐姐 我的院子 新做的衣裳 我的首饰 不都被唐姐你拿走了吗 你说还想要什么 可以对爹爹明说 实在不该欺骗王爷呀 王爷 阮家三代单传 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爹有什么兄长 您若不信 可怕人到陈女老家走访查问 姐姐 我要毁了我们家 连自己的爹都不承认 当年遭了灾荒 乡亲们流离失所 还有多少老人健在 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家的事呢 爹爹自大年初找到你们之后 就已经两次拿出自己的俸禄 为老家建房羞禄 你若觉得不够 就拿我的命 你大伯的命吧 这事好办 诺大的忠义侯府 竟然被一个刚从乡下 接回的小女子钻了空子 忠义侯 你至家不言之罪 无可推诿 看在你主动认错 态度诚恳的份上 本王就网开一面 那就都留下 做平期吧 哼 妹妹放心 以前缺失的姐妹情 以后慢慢补 姐姐一定好好疼你 若没别的事 阮家两位小姐留下 终以后请回 王爷 梁王世子求见 侄儿拜见夜王叔 真是心欲其外 败去其中 园主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人前说感激不尽 神后却说 园主是乡下村姑 你腿子 世子是来救我的吗 王爷 您不能留下我做平期 今晚之事 是个误会 我与梁王世子 也有口头婚约 世子爷 你不记得了吗 来间的路上 我们相遇时 你不幸被毒蛇咬伤 是我帮你吸出蛇毒 为此 我高伤了三天三夜 险些丢了半条命去 最后命保住了 却伤了身子 你对我说 不会辜负我审命相救 老太妃说 救命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俩八字相合 待到了京城 就为我们地下婚约 今晚的事 完全是误会 是他们弄错了 狮子会带我走吧 青云川猛的一拍桌子 咔嚓一声烈了 进了我燕王府的门 你还想出去 燕王叔明鉴 那蛇毒本不致命 就算没有阮大小姐相救 也不至于要命 再说 梁家女子 怎可邪恩图报呢 依侄二看 她后来病倒 恐怕是故意装的 只要与阮二小姐 才是一见钟情 求燕王叔成全 狮子在路上说 你会一心待我 致死不渝 以报救命之恩 你怎么能这么快 就变心了呢 堂堂七尺男儿男人 却是这样的负心汉吗 王爷 阮宁子这是蒲柳 实在配不上王爷 今晚的闹剧 就到此为止吧 阮宁子请 可她的舌头 就像忽然打了结 离去两个字 怎么也说不出口 是燕王妃的位置 还是该 该还给阮心仪 他妈活见鬼了 她舌头被鬼附身了 一句简单的话 都说不好 你也夫妻百日恩 姐姐若是舍不得离去 就别心心作态了 为我报仇 为我娘亲夺回名分 我不能白死 我娘更不能白死 照顾了她老阮家十六年 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 一股滔天的怨气 直冲阮宁天灵盖 顶得她气血翻涌 扑得吐出一口血 阮宁这才明白 让她舌头打劫的 乃是原主残存的意识 占了人家的身体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娘就是我娘 仇呢 我一定帮你帮 我也不是真的要走 这叫以退为进 怎么回事 不打劫 就是 救梁王世子时 舌毒伤了身子 阮宁自知不配 总有救命之恩 却都被梁王世子嫌弃的阮宁 又如何敢肖想堂堂燕王 阮宁甘愿自寝为婢 将妹妹的姻缘 还给妹妹 传太后娘娘一指 忠义侯府 由女初长成 长女明宁 文良公俭 四小子 宁心 今日与燕王 共结零礼 百年青色好 千载凤灵香 四女明心仪 惠至蓝星 秀外惠中 只书达礼 德才兼备 许以梁王世子 谢太后 臣等遵旨 新衣 新后 从今往后 我不但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还是你婶婶 乖侄儿 起身吧 不必多礼 新衣 我们走 这真的是那个从向下来 大气都不敢喘 说话如蚊子哼哼的村姑吗 为何她笔直地站在那里 身后犹如附着一层耀眼的光芒 为何 她站在梁王世子面前 一点都不自卑羞愧 甚至她竟不怕燕王 妾身虽蒲柳之姿 也只能委屈燕王了 新衣 等等我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想嫁她 臣妾岂是那么没眼光的 忘恩负义的小白脸 有什么好喜欢的 说要嫁人 自然当嫁王爷这样顶天立地 骁勇无比的真英雄 所以你是故意替嫁 臣妾是被算计的 但将错就错 自然也好 可是本王记得 某人说她愿自情为毕 堂堂男子汉 不用这么小心儿吧 那是为了跟我妹妹疼地方 但既然太后娘娘有安排 虽然要谨遵意志 时候不早了 王爷早些歇息吧 明天一早 陈妾就给王爷请卖 你果真会医术 当然 秦云川将手腕一翻 示意她枕脉 阮宁也没有推脱 她立刻搭脉 秦云川脸色一沉 鬼闻更是黑沉的吓人 阮宁也觉得自己这样很没礼貌 对不起 我不是 王爷说罪 我真不是故意的 不是吹嘘自己一束厉害 一点蛇毒都解不了 来人 请抚衣来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可能是刚来京城 谁头不服 不会吧 一定是她枕错了吧 这是喜脉啊 原主残存的意识呢 那个阮宁 你死出来 看在同音同性的份上 我保证不打死你 普尚郎中最善解毒 王爷 你心里可有白月光 您放心 等给您解了毒 我立马给您的白月光 同地方 绝不贪量王权富贵 怎么好聚好散 可不相干 说的什么鬼话 嫁了本王 你还想嫁别人 除非本王死了 本王死了 你也得陪葬 嫁人不用想 依儿 怎么不走了呀 爹爹不觉得 今晚的姐姐很奇怪吗 在此之前 她明明胆小怯懦 可如今的她 却似乎勇敢得很 都不像姐姐了 所谓物极必反 我们骗她说 是嫁良王世子 来的却是鬼面王 可能这是对她的刺激 有点大吧 是不是她身上 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 叶儿别想太多 叶儿别想太多 如今一切事情尽在掌握 甚至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好 太后娘娘能在这时候下旨 一定是老太妃进宫求了恩典 看来梁王世子对你亲心至极啊 叶儿不错 不愧是我的女儿 还是把姐姐身边的人叫过来问问吧 酒烟王那身体还能 软心一命自己的丫鬟 去把软娘身边的嬷嬷叫过来 老奴尝试见过二小姐 姐姐自打离家到刚才 有什么异常吗 这个老奴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刚离了我软家 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 你的脉身器可还在我娘手里呢 大小姐一开始只是苦 老奴把夫人给的药放入她茶里 哄她喝下之后 她竟昏死过去 老奴又把夫人给的香 垫在新房里 也不见她醒 那香是算好的时间 等王爷回来时 浓度刚刚好 可是屋里似乎没有发生 我们来早了 还是燕王他不行啊 这算什么异常 大小姐喝下茶之后 睡得太沉了 老奴摸了一把 好像没有呼吸了 对 大晚上的 不可胡说八道 你看好了大小姐 有任何情况 及时告诉我母亲 二小姐 这里是王府 老奴若要打听事 或是送消息 总要上下打点 今日出来的急 好好办事 好处少不了你的 哎 老爷放心吧 他是我阮家的奴才 为我家办事 应当应份 他不想着尽忠 竟只想着要钱 这有什么好气的呀 不怕人贪财 只要能够抓住他的弱点 就不怕他不办事 爹爹 快走 阮兴仪拉着阮兵 就问自家车架 快步而去 不跟狮子说句话吗 他正找你找得急呢 男人嘛 得不到才会珍惜 姐姐对世子那么好 为他搭上半条命 世子 可曾多看他一眼 不用了 真的不用 我已经没事了 按住他 王妃在下不猜 但是医术还是过得去的 在下是治病 又不是害命 王妃 无比紧张 竟是喜脉 完了 你说什么 喜脉 回王爷 王妃有喜了 恭喜王爷 这好像哪里不对呀 恭喜个屁呀 敢让堂堂燕王 在新婚宴 喜当天 这小姑娘 真是勇啊 王爷 陈妾还是厨子 绝对没有做过苟且之事 这喜脉 这喜脉是天赠灵儿 陈妾一个多月以前做梦 梦见天上有颗星星 落在了臣妾怀中 臣妾当时只觉得这么古怪 没想到 现在是如此应验 编 继续编 来人 把软冰这狗东西 给本王追回来 敢把他有孕的女儿 塞给本王 当本王好妻吗 王爷不要 是真的 不信 您可以叫萌萌燕身 臣妾去属属属 别把我爹叫回来 他连我娘都不认 更不肯承认 我是他亲生的 若是他回来 一定会弄死我的 他会把我沉堂的 但我真是冤枉的 王爷饶命啊 王爷啊 天下之大 无期不有 或许 或许真的有这种歧视呢 给王妃一个机会吧 你 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真的 真借我用用 我又不是裁缝 哪来的真呢 王妃快闪开 您的事啊 等王爷醒了再说吧 准备药育 药育虽好 见效却太慢 对王爷这种剧毒急症 不能单靠药育 嬷嬷 你有针吗 缝被子的针也行 这针不好用 只能将就了 若有我惯用的针 并不必这麻烦 也能事半功倍 你干什么 王爷不杀你 你竟要害死王爷吗 毒妇 你非但不知廉耻 竟然还如此恶夺 今日 在下就为王爷 清理门户 我去 我在救王爷 你发什么疯啊 你要害死王爷呀 腹衣癫狂了 我在救王爷 你们快拦住他 别妨碍我 是真救人 你们都听见了 王爷弱死 我不可能毒活 我这么年轻 还不想做陪葬品 况且我肚子里还有灵儿 我不会看王爷的 关门 快关门 莫要叫人看见了 长嬷嬷 你怎么在这儿 谁 王妃的陪嫁嬷嬷 让她进来吧 别 你既是王妃的娘家人 老奴 你 你对她做了什么 只是冤过去了 死不了 那嬷嬷是你的娘家人哪 王妃连自己的娘家人 都要瞒着 可见你并无把握 闭嘴 成了 究竟是何人竟敢谋害王爷 你千刀万刮都不够啊 轻点 轻点 放开她 王爷这次比以往醒来的快 而且 而且体力和精神都没受太大折磨 我似乎 似乎好些了 似乎去掉 王爷就是好多了 这是绣花针不顺手 若能打造我惯用针 效果还能翻几倍 不出半年 就能为王爷肃清余毒 好大的口气啊 我记得你说可以验身 是 不敢 呃 敢 我身正不怕影子邪 我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小村姑 在乡下的时候 被乡里乡亲 欺负我没爹 来了京都 被自己的爹嫌弃不认 属性被推上花轿架了人 又被王爷怀疑不真 倘若新婚业 倘若燕王妃 被府上的摩摩燕了诗 即便证明了我却为厨子 我的脸面也没了 谁还会真把我当主子 王妃思虑周全 若叫王府摩摩燕身 确实不同 犹如你尊严 那就叫你身边的陪嫁来演 王爷不想认这门婚事 大可现在就休了我 何必故意折辱我 反倒是 他们把我替嫁过的 究竟是看不起我 还是看不起王爷您呢 举阮家来说 我和我娘都是外人 王爷您又是什么人呢 王爷 其实 我们才是一类人 您我都是 明明没做错什么 却为他人所不容 既是同类人 我们更应该互帮互助 我为您解读 您护我平安 何必同类相残呢 您在跟我谈条件 我的条件 您来说 不过举手之劳 却能换来健康 不划算吗 说得有理 但尊严比性命更重要 什么意思 既然嬷嬷不能验 本王亲自验 大 大可不必吧 说了半天 把自己交代出去了 原以为能躲过 春宵一刻值千金 走吧 王妃 好 王爷请 我王爷要怎么验 一个男人 面对他的妻子 要验明真结一副 你说怎么验 你为何会扎针指数 你难道不是 此乃稀朝的禁术 啊 禁术 如此博大精深的医术 为什么要被列为禁术啊 我们小山村里 不知道这是禁术 那你又是从何处学来这禁术 你记会这禁术 又如何眼睁睁看你娘病死 别想糊弄本王 我娘教我的 她有一本医书 常常自己钻研 医者不能医 再者 她的病根在新病 我爹去赶考 一走十几年 养无医讯 她是新病引发 无药可医 自学成医 竟有这种事 当然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厨子还能怀孕呢 你果真是厨子 别真金还真 那我试试 哎 余月分太小 不宜兴防 容易小产 这是天赐的灵儿 不能不存即位之心啊 而且 我年纪小 容易大出血 我要是大出血 会死的 我死不足惜 当我死了 谁给王爷解毒啊 动不动就说死 不小的忌讳吗 王爷 您真的 不想活了吗 天才神医都不稀罕吗 想什么呢 免怕 那你只能疼着了 本王的血可不行 也对 阮宁慢吞吞拿起鼻舌 划向自己的食指 什么味道 本王似乎嗅到一丝异香 许是香炉里的味道吧 他心底轻颤 抑制不住狂喜 他的血脉 竟然跟着他穿来了 不是香炉 王爷休息吧 您睡床 我 打地铺 好歹是男子 和大丈夫 他至少 也会谦让一下吧 西朝的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竟然让一个孕妇打地铺 但府衣还坐在地上 目不转睛地 看着长嬷 不知过了多久 长嬷嬷哼哼一声 醒过来 府衣盯着他 狂喜不已 哎呀 神了 神了 长嬷嬷掀开眼皮 只见一个半老的男人 盯着他 眼貌绿光 非礼啊 长嬷嬷一咕噜坐起 抓住自己的灵 披头盖脸地朝府衣打去 噓 别瞎 非礼啊 老夫一人无数 就这府上 你去打定 多少年轻貌美的小丫鬟 感念我的恩情 要以身相许 老夫都没要 你一个老婆子 我非礼你啊 你要不要脸呢 老夫给你八把脉 我真是没有伤及身体啊 这昏迷了这么久 竟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有神了 太神了 今晚 你都看见什么了 没 奴婢什么都没看见 奴婢进来就晕过去了 真的真的 奴婢发誓 最好如此 否则 婆子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明白明白 天还未亮 别闹 你想干嘛 再敢偷袭本王 小心你的狗命 快起来 快点 别让本王催第三次 凌晨被叫起来 还催催催 有没有人性啊 我还是孕妇呢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没 没说什么 这就好 禀报王爷 收拾好了 这是 练神功吗 更衣 来了来了 请王爷更衣 脑残智障 四肢不全的成年人 才需要别人给穿衣服 你在骂本王 他会读新术 学不可能 哪有 切身在夸王爷呢 王爷身姿 如此挺白为暗 切身能服侍王爷 真是几十修来的福气 是切身占了便宜呢 嗯 他还 嗯 真自恋 那你怎么报答本王 报答 报答要不要 拍马屁奉承 听不懂吗 竟然还当真了 还要报答 这不是自恋 这是不要脸 王爷王妃起身了吗 可要奴才们进来服侍 进来吧 真笨 腰带是这么急的 秦云川忽然握着他的手 还过他的腰 他甚至握着他的手 将腰带打了个结扣 只见丫鬟们都羞怯地低下头 睦睦也赶紧钻进床杖中 拿了圆帕就告退 阮宁这才完全明白 他是故意做给下人们看的 我答应你的条件 什么条件 你为我解毒 我护你周全 那多谢王爷 不用谢 饭后不饮饮茶 浓淡都不饮饮 会冲淡胃液 给肠胃带来负担 若是入口的话 用淡盐水或是清水更好 换清水来 齐了 本王平日饭后 时常腹中脚痛 今日反倒很舒坦 王爷舒坦最重要 传令 今后一日三餐 本王都要与王妃一同用餐 不必安排布采丫鬟 一切 借由王妃亲自操持 用冰换个大夫来诊脉 或许 是昨日的大夫诊错了呢 王爷说的是 但还是王爷的安慰更重要 本王今后的饮食 就全权由王妃安排 我 我跟不上了 王爷慢点 你所用医术 多有禁术 不要叫人知道你会医术 随我来书房 把你要的真具画出来 我叫人暗中打造 秦云川没告诉他 他的书房 从来不许女子进入 她是第一个 能进他书房的女子 你最好没骗他吗 否则 我定叫你后悔 生在这世上 王爷在这里药育吗 不该问了别问 药育也有用 药育配合针灸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不过 药方得按我的药方来 或者 把王爷现在用的药方给我看 我好做调整 王爷若信不过我就算了 阮宁提笔战末 在宣纸上画出 他要用的真具的各种形状 但我还是觉得 医患之间 应该建立信任基础 才更有利于疾病治愈 王爷以为呢 我们不是医患关系 我们是夫妻 我可以信你 前提是你值得我信 大夫一会儿就到 阮宁的心 立马悬到嗓子眼 还是赶日吧 这脉象 也不是说变就变 水土不服 也得好几日调理呢 还请王爷尽快打之争取 万事以王爷安危为先 阮宁说完 就忙不迭地告退离开 忘了这事 阮宁又掉头回到书房门口 卑职已经查明 伏击王爷的 根本就不是蒙古兵 那舰上的剧毒 来自皇宫大内 共力竟对王爷赶尽杀绝 王爷打算何时 有人偷听 卑职替王爷杀了他 何人如此大胆 我想了 王爷说的对 我们是夫妻 不管外人怎么看 我自打他儿王府那一刻起 就是王爷的人了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一定竭尽全力 为王爷着想 对王爷好 嗯 明白就好 刚刚忘了交代 那套真剧 一共要打三套 两套赢的 一套金的 还有吗 王爷一定会早日康复的 他掉头跑掉 王爷 她 有话 派人去一趟于梦城 仔细打探阮兵老家的情况 本王要知道 关于阮宁的全部情况 越详细越好 是 不行 这个孩子留不等 说要打胎 需要人照顾 需要有心腹 更需要有钱 他回到主院 叫来长嬷嬷 我的嫁妆单子呢 虽说是替妹妹出嫁 嫁妆总不能也是假的吧 王妃玩笑话 嫁妆当然是真的 请王妃过目 这么看来 我还挺有钱的 我去库房看看 你不用跟着 院子里的吓人鄙一道 究竟有多不受宠 忠义侯府脸面子都不做全 这不屁 是好几年前就过时的料子吧 从哪个鸡脚嘎里翻出来的 还带着一股子梅味 王妃见谅 不是奴才等人备揽 实在是 不用白 也不用拆戏 直接打包装车 我有用 还有装车 这位王妃 难不成是被忠义侯府给骗了 怎么回事 王爷今日腹痛没法做 还是 王爷人呢 王爷与王妃 手拉着手 去出房了 是这样 食指相扣的拉着呢 哦对了 王爷还说 以后三餐都要跟王妃一起用 三餐也都交给王妃打理 就不用雅兰姐姐操心了 一个耳光 都是丫鬟 凭什么打我 就凭我 是天生服侍过王爷的大丫鬟 不服 去王爷面前告我呀 雅兰冷哼一声 昂首阔步的离开花厅 一个乡下村姑 凭她也能得王爷的宠爱 尽管是嬷嬷随我一起 去典当行 把这些东西卖了 雅兰文言大吃一惊 王妃说什么 去典当行 我要把东西卖了 这不妥吧 咱们王府的规矩 王妃的嫁妆 是归自己吧 当然 那不就得了 装好车 出发 你腿子就是你腿子 瞧瞧这小家子气的作派 这可不是我诬陷你 是你自寻死路 雅兰转身离开 直奔秦云川书房 王妃啊 这些东西实在 实在不用去最大的典当行 随便找个小当铺 人家都不见得乐意收 要去就去最大的 店铺够大 才能卖得上高价吗 那待会儿 老奴不下车可以吗 嬷嬷不必下车 您就在车上等我 真是无知者无畏 等会儿被人羞辱的时候 只盼着这位小王妃 不要哭得太惨吧 雅兰着急忙慌 来到书房 恰逢秦云川从院中出来 王爷 不好了 王妃带上所有的嫁妆离开了 你说什么 来人去追 王妃带着王府的嬷嬷 说是要去变卖嫁妆 变卖嫁妆 正是 奴婢听得真切 嬷嬷根本劝不住 王妃才嫁过来第二日 就着急忙慌的卖嫁妆 若叫人知道了 还以为咱们燕王府穷呢 这不是丢了王爷的脸面吗 知道他不是要走 秦云川倒是不急了 本王记得 他有个陪嫁的嬷嬷 来人 把王妃的陪嫁嬷嬷叫来 本王有话问他 王爷不派人把王妃追回来吗 你在教本王做事 奴婢见语 王爷恕罪 滚 快了 我得赶紧告诉老爷去 你行个方便 干什么呢 贿赂开门婆子 长嬷嬷 你想干什么呀 嬷嬷明鉴 老奴可没收啊 神赃病户 交给王爷处置 长嬷嬷贿赂开门婆子的赃款 很快出现在了秦云川面前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 老奴再也不敢私自出门了 老奴知错了 说说吧 王妃的嫁妆里 都是些什么东西 有半句不识 拿你的脑袋来抵 有家具 摆设 字画古丸 布匹 衣裳 首饰 京都寻常嫁女儿 该有的都有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家具都是便宜木料 摆设 字画古丸 都是庙会地摊上买 布匹是几年前 库房里放旧的款式 衣裳 都是二小姐穿过不要的 首饰是夫人和二小姐房中丫鬟 不带的 好 真是一架草东西 夫人说 大小姐是从乡下来 福宝 太贵重的东西 她瘦不起 大小姐性子软 夫人吃定了她不识货 就算以后知道了 也不敢闹 所以 北车 去中野侯府 还是 先去找王妃 那丫头 估计真是不适合 那些东西 就算便卖 又能卖几个钱 秦云川想起那一双望着她 清澈灵动的毛子 不由想到 她被人嘲讽后 蓄满泪水的样子 越想 她越是心浮气躁 快点 掌柜的看看 我急用钱 这才卖卖了 都是好东西 让你捡了只大便宜 红木的家具 云母式的屏风 吃心的首饰 坐在马车里的周嬷嬷 听她这么吹牛不打草稿 周嬷嬷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您放心 咱们当铺啊 远近闻名 是京都头一号的 这价钱呢 亏 亏不了您 掌柜的话没说完 脸就拉下来 这就是您说的红木家具 红色的羊木 您拿我寻开心呢 云母式屏风就离大部 掌柜的身手一戳 云母式就被她戳了一个洞 哇 掌柜的高手啊 这是一阳指神功吗 竟然一指穿破云母式 厉害厉害 那你是去那样了吧 睡觉 遛着大屏风可不便宜啊 掌柜险些被她气吐血 讹人讹到当铺来了 来人 给我打出去 慢着 云母式屏风 你给我戳破了 五百两 卖给你了 纸糊的屏风 也敢冒充云母式啊 小姑娘 你贪财不捡地方呀 我当铺一般 不做当面让客人下不来台的事 但今日你也太过分了 你若是再不离去 我可就不给你留情面了啊 咦 怎么是她 谁呀 就是我跟你说 乡下来的那村姑 广想给我吸了蛇毒 就赖上我 我祖母就那么一说 她还当真了 自己是我的未婚妻 我呸 这不 被终以后塞个将死的燕王 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 也不知燕王在那事上 还行不行 我算是长见识了啊 我一样样的给你算啊 杨木家具 纸糊的屏风 十年前发霉的老款布料 包金首饰 看清楚了啊 是包金 你知道我是谁吗 竟敢如此诋毁我的东西 可别 可千万别提燕王府的名号啊 咱丢不起那人 我乃中一侯府大小姐 这是我爹给我准备的嫁妆 即使嫁妆 实在不敢变卖 你 你还是带回去吧 我急用钱 必须买 不跟你多样 五百两吧 五百两 我收一堆破 您若是急用钱呢 五十两 不能够再多了 五十两 希望东家不要打断他的腿 实在不行 他自己再贴不东家一点 掌柜的 别管我没提醒你 你这不是做买卖 你这是结仇呢 钟义侯给他大女儿准备的嫁妆 在你这儿 就这五十两 还不能再多了 你是看不起钟义侯呢 还是看不起他家女儿的手笔 神兄 你笑什么呀 这样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样的破烂 也好意思拿出来变卖 你说他是村姑 嗯 不像 你瞧 外头那么多人指指点点 当铺的打手就在一旁站着 我家这掌柜啊 早年习武 一般人是不敢招惹他的 可是你看那小姑娘 自始至终 镇定自若 而且一直是掌柜的 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那么瘦小的身板 却是掌控着全局啊 神兄看错了吧 他分明是个厚脸皮的女无赖 就想额钱 他可不是来额钱的 就算是额 也不是额我的钱 一千两 我买了 当铺外头 一辆宽大的马车里 王爷 你傻了 花一千两 买那堆破烂 怕你尴尬 买给你兜底 那不用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再说 我们已经成婚了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花自己的钱 卖自己的破烂 我傻呀 随你 掌柜的听见了 有人愿意出一千两 但我这个人实诚 我爱坑人 而且呢 讲究先来后到 五百两 便宜你了 谢谢你全家呀我 你还说他不舍你的钱 我看他就是狗账人士 挣着忠义侯府 望向压当铺呢 不开言 东家说了 八十两现银 您要是同意的话 咱们就成交 不然 您再去别的当铺看看 成交 若您根本不纠结什么五百两 多谢掌柜的 用八十两 保全了忠义侯的面子 哎呀 八十两 忠义侯的老脸 怕是再也保不住了 上来 阮宁微微一争 是你 上来 王爷是嫌我给您丢人了吗 去凤香楼 秦云川吩咐 阮宁不知凤香楼是什么地方 但见他上车以后 燕王没有数落什么 丢人现眼之类的话 他神色又轻松起 耶 凤香楼到了 中午去第一楼尝尝 那里的厨子 手艺一绝 去看看 看见喜欢的 就叫人包起来 新店啊 王爷要给我买首饰 你带出去太寒碜 那好吧 不过我只有八十两 你的 你留着 本王还养得清 那就多谢王爷了 真是 孩子气 姐姐 这里的首饰 跟你的细致不搭呢 你瞧 你戴上多别扭啊 好像土鸡硬插凤黄毛 还是别为难这首饰了 哎呀 怎么一股子酸腐味 心仪 你这姐姐 多少天没洗澡了 这一套铜面太贵气 我果然是称不起来 不过妹妹你戴 就好看多了 像天仙下凡似的 我看这根木簪 倒是很配姐姐 姐姐不如买这个吧 八十两 一根木簪 必要八十两 我可买不起 姐姐说笑呢 王爷那么宠你 怎么会人八十两 都不给你啊 其实 我还是喜欢这套铜面 木簪我就不买了 等我攒够了钱 我买这套铜面 姐姐真是说笑 你连木簪都买不起 什么时候能攒够钱 买这套铜面呢 等你攒够钱的时候 它早是别人的了 我付定金 给我留三天 三天之后 我若能凑齐钱 我就来买 若是凑不齐 定金我也不要了 姐姐何必打周脸充胖子 这套铜面 我买了 五百两的铜面啊 妹妹说买就买 你们别笑话我姐姐 她呀 刚从乡下来 不晓得京都的物价 不是呢 乡下根本没有 这样大的银楼 县城里也没有 这套呢 这套镶嵌 红宝石的首饰 好像更穿妹妹呢 妹妹戴上 一定比天仙还美 你们说是不是啊 真的 好趁信仪的肤色啊 欣仪戴上 更显白皙妩媚 欣仪 你若不要 我可就要了 多谢惠惠 让给我 包起来吧 我要了 软宁鼓掌 妹妹霸气 姐姐也买一个吧 你这么喜欢 光看着多眼馋啊 买一个怎么够 掌柜的 把这里最贵 最漂亮的铜面 全都包起来 下次出门忘记带钱 直接报阴王府的名号 让人去府上取救室了 不用 我哪里带得了那么多 带不完可以拿着玩 扔进水里还能听起来 王爷您看 这套是金月先生新作 后台调他的名号呢 嘿嘿嘿 对 另外两套在宫里 市面上只有这一套 姐姐 我最喜欢金月先生的大作了 恐怕姐姐连金月先生 是谁都不知道吧 不如姐姐 把这套首饰让给我吧 可以吗 都听你的 燕王就是这样的郎君 世人误传啊 谁说燕王是冷面罗刹的 这套首饰多少钱 两千两 因为是金月先生 亲手打造 这花瓣上的每一条纹路 每一根花蕊 都要耗费大量心血雕琢 妹妹不会要退了 刚才那两样 再买这个吧 刚才那两套 也很合适妹妹呢 当然不会 我都要了 妹妹带的钱够吗 要不要派人回去取 不劳姐姐费心 平儿 她当真吩咐了丫鬟 回去拿钱 丫鬟刚出门 沈颜和秦浩就并肩而入 那不是梁王世子吗 让他过来吗 既然妹妹喜欢这套 那我就挑这些吧 不用挑了 都包起来 不用不用 本王知道宫里那两套在谁那 明日进宫去给你找了 别看了 人都上车了 你快去哄哄你那未婚妻吧 这女人真是难缠 也不知怎么得罪了 这事是怪你 沈兄 你 姐妹俩斗气呢 没看到燕王都站出来挺媳妇了吗 你这个未婚夫啊 却站得老远的 看燕王打包了多少首饰啊 你若也去 照样的给他打包一份 你瞧他还生气不生气呢 秦浩听的目瞪口呆 沈颜叫过掌闻 询问刚刚燕王花了多少钱 怕是得有一万两了 这也 太败价了 跟女孩子玩嘛 这舍不得花钱还玩什么玩啊 小哥 行个方便 刚才买的太多了 你把这几个给我退了吧 啊 退啊 他也知道 刚才是几个女孩子斗气来着 一出门 盖不负责 不退不换 去 给他退 原价的退给他 是 没有的事 您才出了店门 只要我们燕过的东西没有损坏 就原价给您退 麻烦了 一万两的确很多 但对燕王说来说 不是事吧 他干嘛要退啊 不是燕王要退 是这女子非要退 我推测啊 可能是 他不想欠他那么多人情 王爷愿意给您买 您只管收着就舍了 哪有女子不爱手似的 您还嫌多呀 神之美 不再用华府美事 而在乎德行 王爷急于宠爱 我心灵即可 但如此铺装不好 我身为燕王府主母 实在当力得为先 沈妍和秦浩都听得愣住 阮宁却拿了银票 再次谢过掌柜 脚步从容地走了 看吧 我做到了 那便都是你的了 多谢老板 老板 我老家方言 就是上封大老爷的意思 本王不是你老板 哥 你是我哥 哥你放心 等趁手的工具打造好 我保证尽心给你治 让你生文活虎 活过彭族 秦云川听到喊歌时 心里竟有点异样的感觉 秦云川猛咳一声 忽然抽搐 王爷 秦云川 坚持住 阮宁在身边找衬手的东西 他看到那些手势盒子 眼中一亮 拿出尖锐的簪子 在秦云川头面 静后指尖 扎针 急放弃 王妃 情况如何 稍等 阮宁手上动作迅速 声音却四平八稳 这叫车门外的圆亨 内心稍安 因秦云川突然独发抽搐 马车没有在外继续逗留 立刻转道回了王府 没有衬手的针 真是不行 王爷醒了 王 感觉如何 运功试试 看看是不是阻碍减轻了一些 秦云川照他说的运气内力 就跟富贵险中求的道理一样 解读效果最好的时机 正是毒发之事 工具的打造要抓紧啊 今日若是工具衬手 效果要好得多呢 这会儿呢 是不是骨头缝里的酸痛也减轻了 这小女子 比京都的大家闺秀 还要沉稳活的 她究竟是谁 第一楼又不会跑 改日再去也一样 王爷身体还有不适 在家里吃些清淡的更好 看出她对自己身体的关切 秦云川的神色 不由柔和了积蓄 只见阮宁跳下马车 阔步来到周末末面前 她拿出一百两的银票 递给周末末 今日辛苦末末 跟我跑一套 还叫末末单了陪我丢人 和被责骂的风险 这点心意 请末末务必收下 奴婢惶恐 为王妃按前马后本 就是奴婢的本分 这赏赐太重了 怕是没有王爷恩准 嬷嬷嬷不敢要我的赏赐 还请王爷一开尊口 今日去当铺 我知道要得罪人 也要丢脸面 周嬷嬷没推脱 还是陪我去了 她若推说自己有事 辞了我 我也无话可说 所以这赏赐我是重新给的 王妃既是重新赏你 你就收下 日后服侍王妃更要忠心 周嬷嬷心思已经赚了几转 连忙扶身谢恩 忐忑地将那银票收了 长室呢 二小姐呢 叫他们滚过来见我 太后娘娘已经赐婚给女儿 和梁王世子了 就当这首饰 是给女儿准备的嫁妆吗 你呀 就是被阿娘惯坏了 静岳先生的作品两套都在宫里 这一套你怎么能买 不单单是价钱的问题 论身份你也不该买 若论财貌 放眼整个京都 还有谁比女儿更配戴这套首饰呢 若给了旁人 那不是抱点天物 恐怕连静岳先生都会惋惜 老爷回来了 发了好大的火呢 老爷 爹爹 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阮兵将今日街头巷尾的议论 说给母女俩听 爹爹 女儿不知自己不慎 竟给爹爹招了这非议 但女儿并不知道 姐姐去变卖嫁妆的事啊 在凤翔楼里 那么多十家闺女看着呢 姐姐去联合外人挤兑我 是我没钱买 还怕我赖账 女儿只想着 若是不买相 岂不丢了咱们终于和服的脸 丢了爹爹的脸面 女儿这才硬着头皮买相的 不信 您问阿娘 那孩子 亏你还给他敌掌的身份 他心思太多 他想要献淫 不说回娘家来拿 哪有私自变卖自己嫁妆的道理 他分明是故意给老爷难堪呢 既然如此 明日他回门 我定要 娘娘叫您快着点 离公民啰嗦的时间不远了 就不必更衣了 微臣拜太后娘娘 涮兵 你好大的胆子 属子蒙蔽寄入皇家 你该当何罪 哼 哀家以为钟义侯是聪明人 没想到你如此狭隘 蜀目寸光 你的心眼小的 就惦记着侄女那一点嫁妆 因为那一点嫁妆 如今叫满京城的人 戳着你的脊梁骨骂 你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对自己的女儿 倒是慷慨得很 随随便便 就买了三千多两的首饰 比宫列还奢迷呢 终于侯这些年 没少捞钱吧 微臣不敢 燕王是功臣 虽有狼子野心 但毕竟战功赫赫 特别是边关那四十万大军 非他的话不听 熟此关头 已经苛扣嫁女儿的嫁妆 燕王稀罕你那一点嫁妆吗 连这点面子你都做不全 还指望拉拢燕王的救部 你傻呀 还是你真觉得 那些武将都没脑子 微臣错了 微臣知罪 求娘娘开恩啊 哀家救不了你 面子是自己正的 宫里可不想被你拖累着丢人 你好在为之吧 太后起身离开 阮民听见 她吩咐宫人 把宫里那套静月先生的首饰 给燕王府送去 你不要玩去 别打扰 是我 你怎么回事啊 今日 这口味变了呀 你不是一直喜欢 肤白貌美 身形风鱼的成熟女子吗 这个太瘦了 不够白也不够美 哥又不是没带够钱 你干嘛这么委屈自己啊 把方主叫来 给咱们世子爷换一个吧 沈颜话还没说完 不 我做的 秦昊看着那小姑娘 猛灌了一杯酒 沈颜也打量那小姑娘 从背影看 她就觉得这小姑娘的身形 像一个人 这会儿从正面看 更像了 沈颜摆完的折扇 指点那姑娘 怎么那么呆啊 给世子爷倒酒啊 刚来的吧 咱们世子爷啊 喜欢梦朗些的 你倒了酒 酒杯不能够放下呀 你得端起来 味道他嘴边 哎 这才对嘛 对 就是这样的眼神 来的路上 她就总是红着脸 这么看着我 女孩完颜一愣 她就算呆也知道 这位爷口中的人 不是自己 他脸色煞时间白了些 原来他只是别人的替身 他刚卖身进化坊 今晚是第一次出来接客 结果就遇见了这位风流倜傥 说话温柔 好伺候的一个 当初是谁说 甩都甩不掉 嫌弃人是狗鼻高耀的 今日一见 又惦记上了 谁知道他爹那么狠心 真真的把他嫁过去了 姐妹两个我都说了有何不可 我虽不能给他欺慰 就可以给他宠爱 跟他快活啊 宋婢嫁给你个 不能人道的短面鬼情 世子慎也 我只在沈兄面前说 只要没外人听见 世子爷可是老手了 最会疼小姑娘了 算你运气好 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奴婢周氏 放王爷之命 前来伺候王妃 起来吧 能把周嬷嬷派来 我回头得好好谢谢王爷 是老奴的福气 你可见着长嬷嬷了 回王妃 长嬷嬷被王爷发配去刑房 仗实 这会儿可能还在刑房趴着呢 王爷打他做什么 奴婢也是刚才听说 王妃出府以后 王爷叫了长嬷嬷去问话 谁知长嬷嬷正拿了银子 贿赂脚门的婆子 想要私私出府呢 进度里都知道 咱们王爷规矩最严寂 人赃并货 石板子那都是少的 还是看王妃您的面子 长嬷嬷何时放回来 依王爷的意思 王妃什么时候派人去礼 她何时才能回来 王爷够意思 要奴婢现在 去把长嬷嬷领回来吗 不用 上她待着吧 就算王妃不喜她 但她毕竟是娘家人 王妃这么靓着她 恐怕含了底下人家心呢 嬷嬷是觉得 我做得不对 老奴僭越 求王妃恕罪 嬷嬷是王爷派过来的人 不必如此 一想必也知道 我爹娘跟我不亲 娘家的陪嫁 更是不尽心 长嬷嬷今儿早上 还欺辱我 不为跟她一般见识 她却又背着我行贿 这样的奴才 周嬷嬷说 还敢纵容吗 是 是该严惩 多亏了王爷 帮我惩治刁奴 我还没谢过王爷 就巴巴地把人接回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对王爷的处置不满呢 这小王妃 心思不简单呢 听她说话 语气温温柔柔 可话里全是疾风 备知斗胆 不知可否叫王妃 看看要育的方子 你相信她 今日在马车上 王爷情况危急 若不是王妃医术高明 恐怕王爷情况更糟 也不是全信她 这不是还有陪郎中把关吗 或许王妃的方子 比陪郎中的更好呢 原话去云梦城 有消息传回来吗 还没 叫她看要育的方子不怕 但她的性情 可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乖巧 任人拿捏 通过今日看来 她性子野着呢 不服管教 叫她以为我倚重她 她就更不服管了 是卑制罗莽了 叫她来看方子也可以 但需要一个由头 禀王爷 宫里赏赐了静月先生的头面 给王妃 青云川王爷一笑 脸上的鬼闻看起来诡诀得很 头面拿到这儿来 请王妃来 不是说不回来睡了吗 叫我过去 感情是她懒得跑腿 让我跑呢 正好 带上今日王爷送王妃的首饰 让王爷看看 罢了 王爷 陈妾来了 今晚 王爷今晚要抛腰狱吗 你属狗吗 咋骂人呢 本王看过你的生辰八字 你就是属狗 阮宁不由一惊 他不属狗 但保不弃原主属狗了 真是小傻子 自己处什么都不知道 王爷说的是 今日那套静月先生的首饰 你让给阮二了 这是补给你的 阮宁一愣 转脸看向桌案上 硕大又奢华的谭目首饰盒 哇 好漂亮 这可比凤翔楼那套奢华多了 首饰更多也更全 喜欢 爱美这些人间有之嘛 多谢王爷 明日要回门了吧 阮宁点点头 忽然间她脸色微变 连忙闭上眼睛 为我报仇 为我娘证明 我娘不能死了 连名分都没有 园主残存的意识 像是被触动了开关 咆哮之声震耳欲聋 害怕回去 但看你今日在当铺的表现 不像是会害怕的样子 那是没办法 总不能白吃那么大的亏 加装单子上写的敞量 可实际呢 竟用地摊祸糊弄我 只是连王爷也想一起糊弄了 我娘伺候公婆十几年 到头来 却被她拿来利用 连个名分都没有 我若不把我娘的这口气讨回来 只怕她的在天之灵 都难以安息 明日就带这套首饰回去 多谢王爷 王爷赠我如此厚礼 我也不能白说啊 当我穷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回礼 我有一技之长 就让我帮王爷 看看药狱的方子吧 我不只会真数 辩证开方 我也可以的 这不好啊 郎中之间 不是有很多忌惑吗 这不打紧 我是王妃 不是郎中 做妻子的 看看相公 抛的什么药狱 这有什么好忌惑的 来人 把药渣盛上 嗯 药方没错 只是药量 该增减 如果方子也稍作调整 更适合王爷现在的情况 被执笔 我来开张方子 阮宁来到桌案前 提笔站墨 刷刷刷 一手漂亮的小凯 很快一张药方就写好了 他拿起来正带 吹干墨迹之事 他忽然浑身僵硬 像似乎药方 已经来不及 身后的秦云川 伸长手臂 拽过药方 完了 阮宁心里喊 他怎么顺手 就写了简体字 秦云川看着他写的药方 眉头越皱越紧 这写的是什么 怎么如此多白字 你究竟实不实字 实字 实的不多 这都是我娘教的 你娘教的 你说你娘有文医书 上面就是这样的字 对对对 那文医书呢 我娘杀了 为何杀了 我怎么知道 他也没告诉我 你这字一半以上都是错的 拿去抓药抓错了怎么办 你还指高气昂呢 本字好 那我念 麻烦王爷您写 阮宁一边念着药方 一边回忆着穿越前种种 他没发觉 再回忆过往事 他嘴角洋溢着满足的笑意 秦云川仿佛能感受到 他浑身的气场 都变得温柔和煦 在想什么 我念错了吗 药方可不能弄错 没有错 王爷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要毒发了吗 不应该 也没事 阮宁正要把手 从他手腕上移开 却冷不防地 被他拽进了怀里 阮宁撞在他胸膛上 立刻被笼罩在 他的气息当中 秦云川依赖情迷 低头吻他之时 忽然见他守护着肚子 他怀孕了 这年头恍如一道闪电 瞬间披醒了秦云川 猛地推开软 发生了什么 这人格也太分裂了吧 出去 还有一件小事 明日回门 王爷能不能同去啊 不去 出去 行吧 不去就不去 本想接他的事 顾家虎爷的 要来长嬷嬷地生气 他不去的话 那就另想别的办法 对了 早上的事 说完我就走 早上没有冥血下毒 但搭配有很多问题 就比如 屋里和牛乳一起食用 毒性胜过披霜 虽然一顿饭 人不可能吃很多 但经常如此服用 对身体大为不利 也不知 是那丫鬟雅兰的问题 还是厨房故意如此搭配 我说完了 袁亨 位置在 传书 催原话快点 罢了 不必催他 让他查得详尽些 袁亨拱手拱身 你去盯着那叫雅兰的丫鬟 看看他有何意 都跟什么人接触 是 王爷还有吩咐吗 叫陪浪中来 袁亨退下 秦云川拿起那张纸 仔细地端详着 这是阮宁亲手写的 那张药方 全是白字 但字却这么好 漂亮干净的小凯 李立苍劲 线条流畅 手腕稳健有力 没有数年的勤家练习 写不出这么好的字 阮宁 你究竟是怎样的人 倘若真是天赐灵二 本王不是没有度量之人 但倘若你心里已有旁人 王爷 这张药方 你看看 可有问题 可是有问题 哎呀 妙方啊 王爷从何处得来这方子呢 实在是妙啊 哎呦 我怎么就没想到 要无相生相克 对应人体金木水火土 作用于五脏六浮 一世相生相克的关系 方子没问题 是这意思吧 那就用新方子 哎呀 何之没问题呢 这方子啊 设计巧妙 隔三两日泡一次 一次泡上两克 加之水气训真 妖性可通过毛孔 沁润王爷的皮肉血脉 进入五脏六府 哎呀 绝妙呀 相信用不了半年 王爷体内的毒性 必能大减 敢问王爷 从何处得此药方啊 老朽想拜这位高人为师啊 拜师 排狼中不是素来骄傲 若非本王搭救过你 你连本王的府邸都不屑于来 你竟然想拜旁人为师 哎 在医术不如老朽的人面前 老朽自然是有骄傲的资本的 可是在这位高人的面前啊 老朽只有深深的敬佩呀 能让裴郎中如此充许 她的医术绝非泛泛 青云川微微眯眼 她的小王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夜色深沉 心无怪的人早已睡得香甜 但雅兰睡不着 往王府后院 小文姐姐 范冬 你想吓死我呀 你娘呢 你娘还在洗衣上呢 今儿扶了一场多 你不睡觉 在这儿冒着干什么 我娘叫我在这儿等你 你别跟着我 叫人看见 我说我闲话 你放心 我探过了 这会儿没人 那你也别离我那么近 你身上有味儿 在熏着我 没有呀 我今儿祈祷了呀 雅兰不耐烦地摆摆手 懒得和她多说 正在月光下洗衣服的老妇人抬起头 她将雅兰的不信 儿子的痴产都看在眼里 我想到了新菜铺 算着时间 你也该来拿菜铺了 先前的菜市 王爷还喜欢吧 别提了 先前王爷也确实信任我 你说等王爷娶了王妃 就会给我开脸 可今日 王爷非但媒体开脸的事 还把我从石岸旁赶走了 她更是对下人们说 一货三餐都交给王妃安排 这可如何是好 这位王妃什么来头 难道她 她看出什么来了 不会吧 如果真看出来了 雅兰还能活着 你没听说吗 她是阮家从乡下接回来的 说是钟亦侯哥哥的女儿 女子不能开门利户 所以钟亦侯 把她过接到自己名下 立为嫡长女 原本添加四婚要给王爷冲喜 只说了阮家女儿 也没说阮家哪位女儿 阮家说 是她探幕虚荣 弄晕了阮二小姐 才得以替嫁过来 如今知道这些 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 实际情况怎样 她一个替嫁之女 如何就在一夜之间 得到王爷信任 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亚兰姑娘 你不要急 先不要轻举妄动 你且先观察她 还能怎么得信任 一男一女 不就床子之间 那点事吗 王爷在娶王妃之前 从来没跟哪个女人走得近过 没尝过那滋味 昨儿开了婚 自然就觉得王妃好 可她甘瘦甘瘦的 胸无死两肉 能有什么好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若不趁现在 赶紧得事 等明儿王妃坐稳了位置 把我发卖 或是婚配了怎么办 婚配了好啊 配给我呀 我会对亚兰姐好的 你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吧 亚兰姑娘别误会 这孩子心眼时 想到什么便说出来 她没有坏心思 她没有 但你呢 你若没有这心思 就赶紧帮我想办法 我是必要得宠 否则 还有一个法子 只是凶险 这是我家秘制的香茶 别处都没有这味道 比宫里的供茶也不差 这茶 冯婆子贴在亚兰的身边 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 哎呀 羞死人了 亚兰白皙的脸颊 腾得变红 但她眼底 竟是急切与疯狂 亚兰从后院离开 她经过书房院落室 却听两个患职的太监 打着哈欠说 王爷今晚宿在书房了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呀 才打官第二夜 王爷就不回主院了 王爷 也不是那么喜欢王妃吗 亚兰激动的浑身发抖 她的机会来了 她知道 从书房后头那假山 可以翻到院子里 书房后头的院落很大 还有一处难得的温泉池子 亚兰悄悄爬上假山 月明星夕 她借着月光 往院子里看 似乎并没有瞧见守卫的身影 手攀着院墙 小心翼翼的跳进院中 她借着树影眼影 飞快地朝书房小楼靠近 还没等她走进书房 忽然听到哗啦啦的水声 亚兰顿时停下脚 舞侧耳细听 真是天助我眼 亚兰兴奋地浑身血液直冲脑门 她思量片刻便打定主意 即便王爷以前洁身自好 但那时她没尝过肉味 昨晚上 她已经十岁之位 再见着女人 便跟以往不同 王妃那么瘦小青涩 哪里能叫王爷这等英雄 而老满足 亚兰低头看了 看自己饱满的身体 不由傲然地挺起胸膛 她一边往温泉汤池那走 亚兰猛地停下脚步 倒吸一口冷气 她看到了什么 温泉汤池上头水气阴晕 竟然是一只庞然大雾 趴在水池边 再用她毛茸茸的爪子 扒了水丸 那是一头狮子吗 亚兰惊叫一声 掉头就往后墙根跑 娘啊 追上来了 别 别去我 前有猛兽 后有高墙 亚兰抱头蹲下 再也忍不住 放声尖叫 东哥 退后 有人喊了一声 亚兰只觉 有人拽着她的衣裳 把她提了起来 救命 亚兰下意识地 想抓住点什么 提着她的人 却纵身飞掠 静止来到书房前头 那人抬头一扔 亚兰顿时 跌趴在了书房前头的 青石地上 书房重地 非兆不得入内 你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是袁亨救了她 顿顿好样子 她若不说实话 就赏给你们玩了 凶手立刻咆哮一声 奴婢 奴婢仰慕王爷已久 今晚听闻王爷 宿在书房 所以奴婢想 自荐整袭 这么丑 也敢自荐整袭 脏了本王的眼 敦敦 去 王爷 王爷饶命啊 奴婢虽然算不上多美 她至少比王妃漂亮吧 就你 也配合王妃 你哪来的自行 奴婢究竟哪里 避不上王妃 以色使人 既看清了自己 也侮辱了本王 然后 王爷 卑职不要 想什么呢 把她给王妃送去 任凭王妃发落 不要 王爷饶命 亚兰瞬间脸色惨白 她这般想爬王爷的床 被抓了现行 若是落到王妃手里 还能有好 袁恒看了看 贪婢在地上的女子 她叫来两个太监 把亚兰拽起来 扛去了阮名的院子 王爷叫送过来 任凭王妃发落 王妃有交代 谁也不准打扰她睡觉 她起床气重 打扰她睡觉 她是要打人的 全凭毛毛吩咐 人已送到 奴才们这就回了 两人脚底抹油的跑了 亚兰姑娘 你就在这跪着吧 等王妃睡醒了 老奴自会禀于王妃知道 王爷送过来的呀 你起来吧 其实在王爷那边犯了事 还是向王爷自己看着办吧 我今日还要回门 没空管你的事 王妃 求王妃不要再折辱奴婢了 奴婢实在知错了 要打要罚 求王妃给奴婢个痛快吧 你错不错与我无关 你若想要痛快 还得去求王爷 至于折辱 我何时折辱你了 你自己心里有愧 旁人多看你一眼 你也会觉得是耻辱 并非人有意折辱你 实在是你自己心里羞耻罢了 阮宁阔不离去 阮宁去用饭时 秦云川还没来 他想到昨晚 秦云川人格分裂 并且严明不陪他回门 他便连等也不等 挑了几样菜 自顾自吃起来 王妃 没事不用等 王爷来了告诉他 所有的菜我都试过了 没问题 味道不错 我胃口小 吃菜就吃饱了 就不陪他用饭了 爱吃的挑一顿 不爱吃的 就沾沾筷子尖 您管这叫食材 王爷把我交给王妃 可王妃又放过了我 我为什么非要寻死呢 人人都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完了 冯嬷嬷给的香茶呢 那小桃罐呢 完了完了 肯定是被野兽追的时候 落在温泉附近了 如果被发现 王爷还会放过他吗 这是什么 不像是王爷房里的东西 嗯 好香 罐子不怎么样 但里面的东西就很香嘛 这是炒汁的茶吗 然后拿起来擦干净 王爷的话 这小桃罐 是敦敦在后院发现 卑职看着 不像是王爷的东西 是不是哪个下人打扫时 不小心落 袁恒说着擦干净的 桃罐地给秦云川 里头是很香的香茶 卑职都没见过这种香茶 秦云川嗅了嗅那香茶 怎么了 去把裴郎中 还有王妃都叫过了 这东西 很可能是昨夜那丫鬟掉 秦云川等了一阵子 去见只有袁恒一个人回来了 裴郎中昨夜研究药方 一宿没睡 这会儿怎么都叫不起 王妃 王妃说 他今日要回门 没空 除非 除非什么 王爷好像没生气啊 除非王爷肯陪他一起回娘家 那他就有空了 他真是小孩子脾气 去告诉王妃 本王答应了 叫他快过了 袁恒惊呆了 他们家王爷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不快去 王爷让我看什么 看看这香茶 阮宁扭开罐子嗅了嗅 好香啊 但紧跟着他脸色微变 这谁给的 有人喝了吗 怎么了 这是什么 我告诉王爷这是什么 但王爷要答应我 一定陪我回门 本王不是已经答应过了 拉勾之前不是当面说的 现在要当面答应 而且要拉勾结契约 这结契约的方式还真新鲜 我们老家都是这么结契约的 你跟别人也拉过勾 喂 这么沉着脸 很吓人啊 到底让不让人说实话了 没有 我不跟别人结契约 秦云川文言这才伸出小拇指 和他勾在一起 契约结成 改章 不许变怪 阮宁 你若敢欺骗本王 本王一定亲自杀了 这东西不是茶 有些地方管它叫大茶药 但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字 比如断肠草 勾吻 山坯霜 吃毒 此无剧毒 据说肠百草的神农士 就是务实勾吻 被毒死的 很少的量就足以致命了 是谁把如此剧毒 制作成这么像的茶 如果被污用 秦云川身上有杀气弥漫 阮宁虽然知道 这杀意并不是对他 却还是默默退远了些 那个 王爷刚刚答应过我的 要陪我回门 有人想要他的命 这么剧毒的东西 都出现在他面前 他不可能不管不问 刚解下细约 本王不会往 阮亨 都听见了 立刻抓人审问 本王回来 要知道这东西的来历 以及前因后 是谁指使 是 王爷 秦云川陪着阮 坐上了回阮家的马车 怎么了 我脸没洗干净吗 昨日宫里赏的首饰 不是这套 怎么不戴那套 哦 那套首饰太过华丽 我翻遍了衣服 竟没有能配得上的 勉强戴上 也不伦不类 听说 秦云川朝外吩咐 周末末 去把王妃的首饰取来 阮宁想了想没多说 算了 直男的审美 还能指望什么呢 先去西市 时辰已经不早了 本王陪你回门 谁敢嫌你晚 心放肚子里 阮宁文言顿时觉得 有筋大腿真好 昨晚没回府 住在了西市某 高档客栈的秦浩 宿醉醒来 昨儿一夜风流快晃 晨起他还有些累 小姑娘景色 挽着他的胳膊 正要走出客栈 秦浩却眼皮子一跳 只觉得从面前 驶过的这辆马车 十分严肃 直到那车 在前头不远处停下 他燕王叔从车里下来 秦浩才猛然回神 怎么是他 燕王叔 怎么会亲自来买衣裳 他毕竟是陪别人来的 还陪谁来的 秦浩眉头轻重 小心翼翼的探头去看 爷 您看谁呢 不该问的别问 昨晚他对他那么温柔 他一直说会对他好 那是他的第一次 他是他唯一的男人 他以为自己是幸运的 经过了昨晚 他们的关系 将变得非同一般 他的人生也将变得不但此时此刻 他的眼睛痴痴地 看着外头那辆马车 他对他的语气如此冷 景色不由心头一挤 他也顺着秦浩的目光 向那辆马车看去 云响阁 里面的衣裳 每一件都是惊功所致 是子爷 我们也去云响阁看看吧 那男子是谁 那男子似乎察觉了什么 猛地朝这边看过来 啊 鬼啊 走了吗 那犹如厉鬼的男人 正冷冷看着这边 别 别过来 秦浩吓了一跳 但也没走 看着点别胡说八道 那是燕王爷 燕王 景色又朝外看了一眼 却见到鬼面的燕王 已经背着手 走进了云响阁 真 真吓人啊 把人吓得失声尖叫的秦云川 脸色不太好看 他来到阮宁身边 你跑 你有求于我 我干嘛怕你 你心里该有点怕我才对吧 倘若无求呢 怎么 你想过河拆桥 恩将仇报 吐死狗烹 算了 但我没问 哎呦 这位妹妹是有一族血统吗 瞧着高挺的鼻梁 深邃的眼睛 真漂亮啊 你给他挑两条衣裳 配上这些首饰 金云川让人拿来首饰 静月先生的精品之作 那奴家可得好好搭配 有了 这位夫人虽瘦学 身材比例却很好 身上有种不流俗的气质 那套衣裳正好合适您 您这边请 这套衣裳做出来有一阵子了 但京都的女孩子们 气质柔美婉约 撑不起这套衣裳 如今我才知道 这套衣裳啊 就是专为夫人您定制的 女掌柜不但亲自服侍她 更衣穿戴 还亲自上手 重新给她梳头弯发 绝美 您看看 还真是好看多了 您相信奴家 奴家干这行半辈子了 眼光错不了的 这边请 快给楼下那位爷看看 美 真美 她一把拉起软您的手 我本来就美 是以前的衣裳配不上我 是 你本来就美 掌柜的 这种风格的衣裳 不同颜色定二十套 送到燕王府上去 女掌柜倒吸一口冷气 燕王府果然富得流油 哎 好嘞 这衣裳啊 还是略宽了 奴家再给王妃量一下尺寸 嗯 太瘦了 还得羊羊 那是什么眼神 说来了 那是她 那个阳光下熠熠身辉 明眼动人的女子 真的是云梦称的小村姑吗 燕王说该不会是想去影响阁 换个女子来冒充她 多谢王爷 秦浩远远看着 浑身猛的一阵 是她 此时的她 是那般令人惊艳 她独树一帜的气质风格 像一头活泼的小鹿 猛的撞进了她的心里 她甚至忘了身边的景色 满眼痴迷的盯着前方 世子爷 车都走远了 您看什么呢 景色心里酸涩 胀痛 世子爷 就是把她 当做刚刚那女子的替身吗 叫车夫送你回去 我还有事 世子爷 可是您昨晚说 说 有什么事 回头再说吧 我有急事 你说会替我赎身的呀 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酒后之言 秦浩早忘光了 她这么着急离开 是因为她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今天不是大婚第三日 软您回门的日子吗 她若要见她 今日就是最好的机会 肯定不会回来了 夫人和小姐 还给那位大小姐准备了后礼呢 这下看来是用不上了 眼看时辰不早 却见一辆气势挥车 停在了府门口 燕王车驾 车夫立刻一声 马车里 青云穿手 撑着下巴 侧脸看着软 看够了吗 你希望本王看够 只是没想到 堂堂燕王 其实只看外貌这等肤浅之人 这么说 你不是 我既欣赏 钦佩王爷这等真英雄 也喜欢外表普通 但有趣的灵魂 你倒不看人外貌 王爷没听懂吗 我说了 欣赏王爷这等啊 软您已经先她一步 跳下马车 正在这时 软家给软您准备的大礼 兜头而来 一盆子污浊的水 正泼在软您 刚刚站着的地方 我 学狗教就能免于责罚 男人 这等恶奴 拉下去仗壁 王爷 饶命 请我心软 见不得随随便便要人命 我听说过一种刑罚 既不要人命 也能起到惩戒之效 就是找个大庭广众的地方 把嬷嬷的裤子脱了 当众打板子 让人为官 但不要打死 寄保了姓名 效果也好 好狠 命是保下了 脸呢 你说的这等刑罚 叫做停账 是张为爱惜名声的士大肥 此等恶毒奴才 他配不上这刑罚 拨下去 秦云川没再说账毙二字 哦 我懂了 王爷 他不能死 哪里有这样大的胆子 恐怕是受人之命 暗示我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是不是这意思吗 罢了 我的确是嫁出门的姑娘 不该插手娘家的事 但燕王府的尊严 却不容而等如此践踏 我既已不是阮家的人 便把你阮家的主子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 在京都这地界 是谁如此看不起燕王府 不到片刻的功夫 阮兵就跌跌撞撞地跑来 燕王爷恕罪啊 这这这刁奴 着实该死啊 踹向那婆子 你这瞎了眼的狗奴才 谁给你的胆子在这泼脏水 竟然敢惊扰了燕王 你就是尸条狗命也不够赔的 脖子抱着头 躲也不敢躲 被踹趴在地 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求燕王宽宏大量 别跟一个狗奴才计较 钟义侯这话就不对了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您是钟义侯的一家之主 底下的奴才犯上作乱 怎么 王爷还不该追究了 不过 你的话也有道理 王爷翻不上跟一个奴才说好说的 只问你钟义侯是如何治家的 难道他以前的乖巧 统统都是装的吗 在这愣住的刹那 阮兵脑子里划过许多想法 原本把这女儿接回来 就是让他替心仪嫁给燕王 去送死的 燕王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偷梁换住的想法刚冒出来 便一发不可收拾 接阮宁来京的路上 他竟救了梁王世子 娘娘 你即便是嫁了人 也是我阮家的女儿 你这般说话 就不会让适者在天之灵 难以安息吗 适者 你还敢听我娘 你但凡有一份对得住我娘 我今天就不会以这般态度对你 对了 你说阮家的女儿 阮家的面子就值八十两银子 你不提也罢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阮家嫁妆卖了八十两银子的事 成了京都一大笑话 阮兵有气不敢冲阮宁撒 抬脚踢在婆子脸上 你这瞎了眼的奴才 我忠义侯服 是容不下你了 来人啊 我这奴才 拖下去 打 打死 他也不是非死不可 就看忠义侯 愿不愿意承担管教不严的责任了 忠义侯不愿意吗 看到了 不是我要你死 而是你主子不想你活 阮宁 你变态 他话还没说完 阮宁就刺溜躲到了 秦云川身后 王爷 忠义侯好凶啊 忠义侯 你在呵斥谁 本王的王妃 本王尚且舍不得呵斥 留得你呵斥 下官不敢 娘娘爹错了 是爹管教不严 叫这刁奴做出了这种蠢事来 他不是针对你呢 他哪里敢呢 就是爹爹也不敢呀 他只是有眼无珠 你不要跟他计较 也原谅爹爹吧 爹爹怎么跟我道歉呢 这是献女儿于不义呀 我西朝向来讲求孝道 我便是做了王妃 也还是爹爹的女儿呀 爹爹万不可如此 我他娘的香 恰死你呀 爹爹只需要向王爷 爹道歉就好了 是与女儿嘛 给我两个威着好的铺子 一处白木以上的良田 就当不给我的嫁妆 这事儿就算了 爹爹若不愿意 我就把今日回门 却被泼一盆脏水的事儿 宣扬出去 还有 我根本不是你执女儿 而是你亲生女儿的事 你以为 我真的没有证据吗 这两件事 如果在京都传阳开 会比八十两嫁妆的事儿 更精彩 爹爹觉得呢 其实 我也不想跟娘家闹翻 但你也得让我再富家 活得下去吧 燕王虽宠我 但王府自有财政管家 我连点傍身之财都没有 说大的王府 我怎么活下去啊 爹爹 是你们先坑了我 我一个小女子 不远千里从云梦城来惊 离了娘家 我一个人怎么过火 我知道 燕王没多少日子了 我以后还得仰仗娘家呢 所以爹爹 我不想得罪你 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若不让我好过 那就大家都别想好过 梁田和铺子 在你母亲手里 我做不了主 爹爹给你些钱财 你别告诉你母亲啊 这才不是我母亲 在我娘面前 她就是个妾 也配让我叫母亲 别说了 五万两 少了免谈 你是想逼死你爹呀 我上哪儿给你去 弄五万两去啊 你把我逼急了 那也都别想好过 打不了一起死 三万两 不能再少了 两万两 我只能够拿出这么多了 这是我的全部身家了 你母亲 掌势管家的手段 你应该有所耳闻 爹 你复刚不行啊 真不像男人 你 软兵要被他气死了 唉 罢了罢了 谁让你是我爹呢 钱拿来 我去哄王爷 软兵笑容狡黠 没想到今日回门 收获还不小呢 信仪知道你今日回门 转门请了许多小姐妹 在后院办茶会 就等着你呢 我陪着王爷说回话 你去找信仪他们玩吧 我是燕王妃 等信仪嫁给世子之后 我就是她的长辈了 我跟他们一群小丫头骗子 有什么好玩的 他们不配跟我玩 软兵捂着心口气的嘴唇直插 把原配的女儿借来替家 不知道是不是 她现在最后悔的事 王妃说的也是 你祖母啊 昨儿一直在念叨你呢 你既回来了 不如去看看你的祖母吧 软兵猛的浑身一震 因为有个声音 在她耳畔轻轻叹息 哎 祖母对我还是不错的 将了片刻她才反应过来 那是原主残存的意识 你哪也不用去 就陪本王在这坐 还是要去看看祖母的 那本王陪你去 老母是乡下来的 这 这以前所见过最大的官 不过是村子里的礼政 这 这哪里敢劳动王爷打架呀 主要是怕她这样气势逼人的 会吓死老母亲 不用 我去去就来 不要太久 软宁有原主的记忆 她并不担心应付老太太 而且她还要去见见张氏 把长嬷嬷的卖身器要过来呢 她刚穿过垂花门 就看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子 簇拥着软心仪 从院子另一边走来 心仪 那是谁啊 她既是你家的客人 你一定认识吧 她是我姐姐 软宁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她是乡下来的 又丑又土吗 你腿子 丑村姑 抢别人的姻缘 不要脸 就算你穿着绫罗绸缎 你也还是个乡下的你腿子 这是谁家的孩子 而且她 周嬷嬷 教她规矩 周嬷嬷面无表情 上前一步 一个耳光狠狠地甩在 阮心仪的脸蛋上 你叫人打我 没规矩 阮儿小姐 你也次会凉亡世子 见了我家王妃 当心晚辈之礼 尊称神母 见过燕王妃 心仪 在阮家 你是主 其他家小姐是客 其他人对我不敬 你这次东道主的 便是失职之过 父连带之子 你腿子 村姑 不要脸 刚才骂人那小姑娘 是谁家的小姐 王妃大人大量 她一个小孩子不懂事 您就告抬怪手 饶过她吧 你说的是 小孩子不懂事 我跟她计较什么 小孩子没心眼 别人说什么 她无意间听来 便跟着学 周嬷嬷 记下今日在场 所有人的家事名字 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 若是不会管教女儿 便通通送到燕王府来 燕王府里有宫里 出来的掌事嬷嬷 规矩一等一的好 燕王府替他们教 王妃明见 这话我们可没说过 不知这小姑娘 从谁那儿听来的 是啊 王妃 这小姑娘是 阮二小姐舅舅家的表妹 我们同她不熟 也绝没有在她面前 诋毁王妃名声啊 你们 你们怕她做什么 不就是一个 乡下来的小村姑 嫁给一个中毒 快死的王爷 就飞上支头 她这表妹真是蠢死 骂阮宁也就罢了 竟然连燕王她也敢骂 怀宇 别说了 好啊 还编排起王爷来了 阮家和张家 真是好家教 阮家和张家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这般的家教 真叫人意外 周嬷嬷 明日咱们去告诉太后和太妃 请他们派个嬷嬷来 好好教教我这妹妹 礼仪规矩吧 不然妹妹这样的 嫁去梁王府 给自己丢脸抹黑也就罢了 再连累中一侯府 就实在是愧对祖宗了 阮心仪又惊又怒 她脸红的 像是马上要烧起来似的 王妃 您刚出家 心仪确实还没转变过来 只看姐姐亲近 没想到姐姐一嫁人 就不跟自家姐妹亲近了 这儿也没男人 你眼给谁看啊 在这儿站的 谁不知道我刚从 穷乡撇染的云梦城来 你看得起你腿子小村姑吗 看我装什么姐妹情深 八十两架装的姐妹情 你还是别演了 丢人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 你对我说过的话吗 你说我占了你阮家大小姐的名头 所以你要把我的一切都夺走 我的好妹妹 你错了 是你 你娘 还有阮家 欠了我和我娘的 你白占了阮家大小姐的名头 这么多年 早该还了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姐姐 咱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求您高抬贵手 就原谅妹妹吧 您说怎么罚 怎么着才能让您气顺了 您也是阮家的姑娘 坏了自家姐妹的名声 对您有什么好处呢 家丑不外扬 再说 哪有自家人挑自家的理儿呢 怀孕表妹小不懂事 咱们关起来教训也就是了 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 骂我的时候 你们不性软吗 都是妹妹的错 知错就改 还是好姑娘 姐姐不像你们城里人 喜欢在背后说闲话 你瞧 我有什么不满 就当面说 规矩不好 可以教 要是心眼坏了 可就教不好了 妹妹 你是哪种啊 还求姐姐赐教 周嬷嬷是燕王府的老人了 燕王府的仪态 都是嬷嬷在管教 新日免费教你们 便宜你们了 辛苦嬷嬷 回去请王爷给您掌月钱 阮嬷往祖母住的院子去 姐姐 你不跟周嬷嬷学规矩 跑这儿来干什么 阮嬷往周围看了一圈 这儿没别人 他们俩身边就是阮府的荷花池 阮嬷琢琢磨着 小白花追过来 莫非是要跟他玩音的 姐姐 我没有管教好怀孕 求你别生气了 回头 我一定告诉舅舅舅母 让他们好好教怀孕 那些话不是我说给怀孕的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 新日的事 你千万不要告诉太后太妃 好不好 有什么话 你就明说 阮嬷话还没说完 阮嬷嬷忽然来拉她的手 姐姐 都是我的错 你若是怪我 你就打我吧 只要能让你消气 你打我骂我 让我跟你跪下都行 阮嬷全神戒备 阮嬷嬷一动 她立刻后撤两步 拉手 那绝不可能让她拉倒 阮嬷一箭一计不成 眼底划过一丝狠力 她惊呼一声 佯装被推地靓抢 她跌入荷花池中 阮自己够狠 够减 妹妹啊 深秋了 水里不冷吗 救 救命 阮嬷纳闷 喊谁救她呢 逆女 你干了什么好事 阮嬷的雷霆抱贺 从荷花池另一头传来 来人 来人啊 救人啊 王爷下官 下官不会水啊 哦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求王爷 你这逆女 你怎能如此歹毒呀 你怎么能把你妹妹 吹入水中 你还不快 她话还没说完 家仆就赶到了 咕咚咕咚 跳入了水中 我怎么就认回 你这么个心肠歹毒的女儿来 她仰起巴掌 朝阮嬷脸上锅来 住手 一口同声 一个声音是秦云川 另一个声音 却是从九里香后头发出 紧人回头 就瞧见秦浩 竟然从夸从后头 走了出来 阮嬷有些发冷 她只觉周遭猛的一冷 紧接着 她就被秦云川 拉入怀中 可受了惊吓 她气着你了 阮心仪被压 从水里捞上来 世子爷 心态是真的好 秦浩在场 她也没有丝毫尴尬 非但不影响她发挥 反而更添柔弱之感 我们姐妹之间 兄姓有何误会 姐姐为什么要推我下水 出嫁从夫 阮嬷自打架给本王起 就是我阎王府的人 动手前先问问自己 这人 你动得动不得 王爷您也看见了 阮嬷的乡爷 被浇灌坏了 这刚回来就欺负妹妹 我没碰她 她自己要跳进水里的 对 是我自己掉进去的 都是我不小心 不管姐姐 不是姐姐的错 你当我们下马 我们在对岸 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你看见什么了 看见我推她了 爹爹这眼睛 会老心衰 还是赶紧找个大夫看看吧 从对岸的角度 你们根本看不见我动手 只能看见她向后退 跌进水里 对吗 现在离得近 爹爹 你要看清楚了 如果是我推她 阮嬷忽然飞起一脚 猛地将装柔弱的暖心鱼 踹进我手里 阮嬷拍了拍手 信口雌黄 诬陷王妃 看在你我都性软的份上 今日小城大剑 叫你长个教训 爹爹看清楚了吗 如果是我让她落水 你看到的 只会是这副情形 让你受委屈了 明日带你挑两个 会功夫的丫鬟 揣人这种粗活 不用自己干 吩咐一声就行 刚从水里爬上来的 阮嬷一听见这句话 脚一滑 差点又栽进水里 多谢王爷 回府 还没见过祖母 带我向祖母请安 就送王爷回府 还是本王送你回去吧 小小终于侯府 事儿还不少 他咬着下唇 看着秦云川的背影 那死真不懂连香西语 现在连头都不曾回 阮心仪心中暗狠 他不明白 今日这计策 明明实际把握得刚刚好 从爹爹的反应上来看 也已经成功了 为何燕王 没有厌恶阮宁这个 骄横跋扈 狠力恶毒的丑女人 世子爷怎么来了 像世子爷见到我如此狼狈 真是失礼 我得去追燕王 世子可要一起 侯爷先请 我随后叫他为何要诬陷他 世子说什么 我不懂 你懂 还有 为什么要用楚楚可怜的眼神 看着燕王叔 你若想嫁燕王叔 当初就可以嫁 让他替嫁 让我祖母进宫求了太后 怎么 现在你又后悔了 秦浩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他也不该看见这一切 世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姐姐 他误会我了 你这样 我也会误会的 心仪 你让我很不安 我不确定你的真心 最近这段日子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 我等你想清楚 两个婆子粗壮的腰身 结结实实的挡住祖母的院门 老夫人潜心礼佛 谁也不见 大小姐请回 祖母什么时候开始拜佛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三日回门 礼刀向祖母请安 此乃孝道 谁也不能阻拦 你模仿再不让开 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大小姐还是爱惜身体吧 奴婢两人可是干粗活的 没情没重 再把您给碰坏了 如果金针做好了 会涮手的多 现在没有金针 就凑合 用针子代替吧 疼死了 两个婆子忽然惨叫起来 破罗式的嗓音声音凄理 不远处被软兵纠缠住的 秦云川脸色一变 秦云川丢下软兵 剑步而去 王妃呢 里面 秦云川大不流星地迈进院子 祖母是我呀 我是宁宁 您别害怕 我来看你了 宁宁 是宁宁 宁宁 你跑哪儿去了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以为你不要祖母了 他们不让我出去 我找不到你 我害怕 秦云川本欲上前见礼 但听闻老太太说害怕 秦云川的脚步就停在了原地 宁宁 我不住这儿 我跟你走 住这儿不行 他们不让我出门 哪儿都不让去 还有人想害我 宁宁 祖母没老 身子骨还硬朗 能给你干活 老夫人 您说什么呢 夫人带您多好啊 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 大院子住着 什么活都不让您干 您还有什么不满足 这位夫人 大小姐 您这是回门了 老夫人 您还不知道吧 您这好孙女嫁到燕王府享福去了 您不是在侯府住着不舒服啊 去王府里住呀 您这孙女不是孝顺吗 不能她享福叫您在这儿吃苦吧 叫她带您去王府 婆子说得对 走祖母 跟我去王府享福 若您搀扶着老太太 就往门外走 王爷怎么来了 那个王爷 我不是要自作主张 主要是 您也听见了 本王吓到老太太了 祖母年纪大了 您别放在心上 祖母 老太太静置来到秦云川面前 祖母 这就是燕王爷 他人可好了 对我也好 祖母跟着我去燕王府 静可以享福 没人敢对您不静 好 好 这孙女是好 一看就是能当大官的 胡闹 娘 你有儿子健在 阮您已经嫁人了 您跟着他住 算怎么回事啊 您别怕 有我呢 你祖母老糊涂了 你也跟着糊涂吗 哪有让他跟你住的道理 你是要气死我吗 爹 身边没个自己人 连吃什么做什么 出门走走的自由都没有 祖母在这儿住着 跟坐牢有什么分别 在这十几年里 祖父老去 祖母病倒 你都没照料过 也不见你在意 现在我要把祖母接走 你倒在意了 你不想尽孝 活着做女儿的替你尽孝 你还有什么不满 你胡说八道什么 前头十几年 那是我找不到你们 老家遭灾 你们走了 我四处托人打听 是我不想尽孝吗 如今好容易把你们找回来 父亲已经不在了 幸而还有母亲 我自当在母亲面前 好好地尽孝 你想干什么 又要谈什么条件 内院的事情 是个张氏馆吧 爹爹不如去问问张氏 还请王爷屋里稍坐 这十几年来 祖孙俩在一起习惯 老人家想念宁宁 对不起 对不起 今日衣裳没封完 所以还没来得及扫 也是那几个婆子 太能老了 边老边客 一会儿 让这么一屋子 似乎老夫人的婆子 捏手捏脚地朝外退 站住 跪下 娘 二姐您来是来享福的 您不用做这些 让 让王爷见笑了 下官指甲不严 竟出了奴大欺主 欺到我娘头上的事 这 真是一笑大放啊 你本王看还是叫王妃尽笑 王爷说笑了 下官一时不察 才出了此等事 但下官保证 以后再也 再也不会了 来人 把这婆子拉下去 重达二十丈 再去叫雅行来 罚卖了他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 娘 儿不孝 不曾想张氏尽用如此调弩 娘 您放心 儿 这就叫张氏来给您赔罪 您就安安心心地在这住着 这是您家呀 爹还是快叫张氏来吧 唉 祖母 怎么了 宁宁 别生气 我想明白了 我不能跟你走 他是我儿子 我只能住在这儿 阮宁心中微微反酸 祖母放心 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不管是我爹 还是张氏 谁要是对您不好 您就告诉我 我家王爷会收拾他们 他们都怕我家王爷呢 祖母放心 哎 放心 王爷 我不知道您是多大的官 但我看您也是个好孩子 你看宁宁的眼神里有光 你喜欢宁宁 你要对宁宁好呀 这孩子心软 心地善良 就是命太苦 没得过他爹一天的宠爱 他娘也没了 阮老夫人的院子外头 张氏急匆匆赶来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 你派的是什么人伺候我娘啊 自己吃果子克瓜子 让我娘天天干活 老爷别生气 妾身也是被下人蒙蔽了 妾身每日那么多事 哪能面面俱到 如今发现了把人换了就是了 你别气坏了身子 你说的轻巧 阮宁带着燕王 要把老太太接走 截去燕王辅助 那感情好啊 让她接走吧 若是叫阮宁把人接走了 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啊 京城的人会怎么看我 都是软这个脚事经 那他可曾对老爷暗示了什么 却拿长婆子的卖身气来 他吩咐身边的丫鬟去去 什么来接祖母去王府享福 不过是哄着老太太 在王爷面前假孝顺 实际上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他原先的杀气都是装的 英里门清 就是早知道他心里这么多弯弯绕绕 这说什么也不能够 让他嫁给燕王啊 老爷说什么呢 他不嫁谁嫁 难道让心仪嫁那个短命鬼 传太医快传太医 王爷发病了 扶起两人对视一眼 忙不迭地往院子里跑 王爷 你别吓唬臣妾 你快醒醒 快醒醒啊 软宁一边掐 一边洋装哭好 太医还没来 王府的陪郎中先到了 快 快扶王爷回去 陪郎中先带王爷走 我家里还有一些事 没处理完 家里能有什么事 就算有事 还能比王爷的身体更重要 宁宁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是啊王妃 是有轻重缓急 先回王府吧 软宁皱了皱眉 他已经给秦云川 掐按了一遍血位 他如今没有性命之忧 回去泡泡药育 也能缓解 但是今日回娘家的 主要目的还没达到 眼看就要成功了 若是走了 下次恐怕就没有 这么恰到好处的机会了 你们你们先走 陪大夫我们走 张氏 把该是我的东西还给我 哟 我欠你的 你如今能拥有的一切 不都是我给你的 你还不知足 还想要什么 陪郎中和袁亨 回头看他 他留下 竟是问张氏要东西 什么东西 竟然比王爷的命还重要吗 这女人真是的 王爷对他那么好 真是胃不熟啊 等 王爷醒了 王爷您说什么 等他 袁亨 等他 欠了我叫王妃什么东西 还不快拿出来 拿给你了 他完完全全是你的人 不够 你 你别太过分 你还要什么 谁在嫁姑娘 就给一个陪嫁婆子 是忠于侯府太落魄 还是我爹太抠嗽 让周末末留下 伺候阮老夫人 不 不用 不用 张氏这一下反应倒是快 他忙不迭地 叫小丫鬟 叫来两个婆子 两个丫鬟 又拿出四人的卖身器 这下够了吧 都给你 我已出嫁 不能是分在祖母身边 你们且留下 替我孝顺祖母 他要来这四人竟不带走 而是把四人留下来 伺候老夫人 今日还有急事 你们好好做事 你们的奴籍都在我手里 之后你们的月见 也有我出 我赶着回来 说是发现你们做得不好 便要发卖了你们 妈 你带去王府那个婆子 把她的所有亲卷 都要过来 阮宁巍巍一争 对呀 她怎么没想到 还是人家燕王爷有经验 还有长嬷嬷的亲卷 把她的所有亲卷都交给我 不如王妃和王爷先回去 一直在这儿 等着大人走 不必麻烦 只是个长工 你要了便带走 张氏叫人去通知 长嬷嬷的儿子 叫他收拾了东西 赶紧跟着燕王府的马车走 带上了车 阮宁连忙拿出一根簪子 给他扎针之事 对不起啊 我 我可能是有点晕车 但显然某人也知道 这是早运的妊娠反应 此刻正无情地提醒着某人 他头上绿油油的事实 我没事了 我给王爷扎两针 不用 离我远点 别碰我 轩灵 你一定是给我吓了 吓不着 可怎么忽然对你念念不忘 秦浩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纵着轻功 追着他和燕王叔的马车跑 他觉得自己这行为疯狂极了 然后他便惊讶地听到了他呕吐的声 他怀孕了 燕王叔不是快死 妈 他竟然 还行 不对 他今日是回门的 他与燕王叔大婚才三天 怀孕哪有这么快 就算是怀孕了 也不可能现在就干呕了 忽然想起一件事 不 不会是那次吧 秦浩紧紧地皱起眉头 远远的凝望着 渐行渐远的马车 不行 他一定要找个机会 渐渐软 他一定要问清楚 被人惦记着的阮宁 猛地打了个喷嚏 不是风寒 不会传染的 王爷别怕 王爷 到府上了 发愁 金大腿生气了 怎么扑 让他回去吧 黑浪中来即可 王妃请回 阮宁 宁某想了想 他现在回去怎么成 金大腿生气了 他得想办法哄啊 就是关于那毒茶的事 我有新发现 你审问出元凶了吗 你若还没审出 不如让我去问问 此时攸关王爷性命 可不敢大意 王爷把这件事交给你 等王爷好点了 出来一问 你还没审出结果 这不是给王爷添堵吗 王妃的意思是 你一审就能审出来 你以为您是谁啊 西朝大神探 怎么说呢 女人更了解女人 我去审问 肯定比你元凶为方便啊 若是审不出来呢 我是王妃 审不出来 也是你吃挂落 你还想怎么着 别耽误时间了 我这是在帮你 审出来就是你赚了 为你家王爷鞠躬尽瘁 你还那么多废话 快带路吧 带我见见这毒茶的主人 泡一杯茶来 就是那只罐子里的茶 小兰姑娘 你紧张什么 你说不是你的茶 那你怕什么 那你闻闻 很香吧 这茶可是好茶 挂下去 一时半会儿 不会死 但会痛不欲生 你会看着自己的肠子 肚子一点点烂掉 化成浓水 你的血肉 你的肠子 都从你的肚子里流出来 留一地 你说什么 不可能那不是 当然是 陪浪中会认错吗 你不信啊 喝下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关下去 不 不要 王妃饶命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其实 我也觉得你是不知道的 女人看女人最准了 我看你是喜欢王爷的 怎么会想杀王爷呢 彼此 彼此不敢 如果你不知情 那就是你被人利用了 你可知 你为王爷布菜 那菜搭配起来是有毒的 还有这断肠草茶 更是一杯 便能让人痛不欲生 最终惨死 是谁在背后教唆你 毒害王爷呢 不 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你喝下去不就知道了 不过 等你相信的时候 恐怕是晚了 此毒发作时间短 一时片刻 便能让人敏 即便陪廊中 医术神奇 但他这会儿在王爷那儿 也顾不上你 你不必担心 他看起来 真是知道的不多 他是被人蒙在谷里利用的 别说背后之人 为什么要毒害王爷了 他连那是毒药都不知道 留着他也没用 让他喝了内茶 咱们正好替陪廊中 测测毒性 你不能 不能杀 你都要毒害王爷了 我怎么不能杀你 而且我没有杀你 我就是用那罐子里的茶 给你喝 让你试试茶而已 王府不留无用之人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那罐茶 真不是我的 别 我知道是谁的 是冯墨墨 是洗衣房的冯墨墨 那些菜的做法 还有搭配 都是冯墨墨教我的 那茶也是冯墨墨的 是他要害王爷 与奴婢无关的 奴婢是被他欺骗利用了 冯明鉴 王妃明鉴 洗衣房的冯墨墨 控制起来了吗 王妃饶命啊 王妃救救奴婢吧 佩服你就直说 不用偷偷摸摸看我 冯墨墨在哪 你们怎么知道 要把他控制起来 王妃提醒过 说亚兰不菜有问题 王妃打那会就吩咐了 要盯着亚了 如今出了这等事 凡是跟亚兰接触过的人 全部都控制起来了 包括洗衣房的冯婆子 不过 她是最没有被怀疑到的人 原恒带路 凌热凝到了 关着冯墨墨的小牢房 这冯婆子还有个傻儿子 人长得挺精神 可惜脑子不好 冯婆子卖身进来的时候 只求给他这儿子 一个容身之所 一口饭吃 说他也能干活 但不要工钱 只要王妃能收留他们母子 也是王管氏心软 留下了他们母子 王妃带他们母子可不薄 王管氏照好人的价 给傻冬结工钱 他没道理害王爷呀 还卖身进来之前 家底都查过的 见过王妃 嬷嬷只做了个洗衣房的婆子 驱残了 心态这么稳 就是管氏嬷嬷 你也当的 王妃没有在 请冯嬷嬷到这儿坐坐 不为别的 乃是一个丫鬟 不自量力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王爷头上 真是狗胆包天 委屈嬷嬷嬷 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给嬷嬷上茶 不委屈 除了这等雕奴 奴才们配合审问 是应该的 嬷嬷是南方人 老家产茶吗 尝尝这茶 味道可争宗 好茶 真香 冯嬷嬷说着 给予冯嬷嬷来往密切的人 都赐一杯 有好东西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嬷嬷你说呢 好 如此好茶 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冯嬷嬷的儿子叫什么 傻冬 冬子 怎么把他给忘了 把他带过来 这样的好茶 敌人可以不喝 傻冬怎么能不喝呢 嬷嬷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冯嬷嬷捂着肚子坐下时 饭冬也被人带了过来 娘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不去洗衣服呀 我今儿干了可多活了 王管事给我点心吃呢 五方摘的点心 你都没吃过 我没吃完 给娘留着呢 娘赶紧回去洗衣服 洗完了 咱们一起吃点心 来 你娘说 这茶不错 你也尝尝 不要 冯嬷嬷惊呼一声 冯嬷嬷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看冬子多孝顺 王管事给他五方摘的点心 他都要留给你 一杯茶而已 你自己喝了香 反倒舍不得分给儿子呀 就是啊 娘 你也太小气了 喝吧 喝吧 娘走了 谁照顾你呢 你这憨子 喝吧 留你一个人在世上受苦 不如母子在一起 生死都不分离